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5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微博 我是Jennifer 11月5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再度对中国公众宣誓 中共对中国社会方面的绝对控制 新华社当天授权发布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该决定由中共19届四中全会 在10月31日通过 决定共15项内容 主题是强调推进习近平 所提倡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必须坚持由习近平掌控的 中共集中统一领导 在中共的话语中 中共的科学理论是不容置疑的 中共中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习近平治理下的当今中国 妄议中央成为一项正式的罪名 犯有妄议中央罪的人 轻则被开除公职 重则被捕判刑 报道评论称 邓小平掌管中国期间一度强调 应当实行党政分开 声言中国必须接受历史教训 清楚地一直到权力太集中 会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祸患 邓小平曾经明确表示 给中国造成大灾难的文革 在美国就不可能发生 因为美国没有中国那样的权力高度集中 浙江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郭斌 对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提起诉讼 指控该动物园新入园系统 要求年卡用户注册人脸识别的做法 侵犯了他的消费者权益 这是对人脸识别技术 在中国的使用提出的罕见法律挑战 上周五 杭州一家法院受理了郭斌的案件 根据起诉书 今年10月 杭州野生动物世界通知 包括郭斌在内的年卡用户 新的人脸识别技术 已经取代现有的指纹识别方法 没有注册人脸识别的用户将无法正常入园 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拒绝向那些 不遵守新要求的用户全额退款 郭斌指控动物园在没有事先 征得年卡持有人同意的情况下 收集敏感数据 违反了中国的消费者保护法 起诉书称 动物园未经用户同意升级年卡系统 强制收集原告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 这些信息一旦泄露 被非法滥用 将危害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郭斌表示他起诉这家动物园 不是为了获得退款 而是要让人们提高 对不受监管的个人信息收集 可能带来的问题的认识 并呼吁加强监管和合规 11月5日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在曼谷举行的区域峰会上表示 美国将在亚洲增加投资和贸易 美国并推出帮助亚洲 永续发展的蓝点网络计划 以抗衡中国数千亿美元的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倡议 罗斯表示 许多人误解川普2017年 下令美国退出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的决定 以为这象征 美国对亚太地区兴趣缺乏 他强调说 美国将继续推动更多的双边贸易 要花更多时间关注这个地区 罗斯还表示 蓝点网络计划还在初期阶段 但将涵盖承诺 推动永续基础建设的国家 据悉 这项计划相是 凭建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的 米其林直南 包括维持经济和社会运转的道路 港口和能源系统等筹建计划 美国政府表示 这项计划是要把 驻入澳洲和日本等国家的政府 企业和民间社会结合起来 在共同标准下审核认证建设计划 但目前还不清楚 这项计划会提出什么投资承诺 近日美国在线防务杂志 突破防御报道称 如果与俄罗斯或中国发生军事冲突 美国军人未准备好对抗电子作战的威胁 美军中校赖克指出 美军在电子战领域的发展 甚至赶不上新出现的问题 他称 比如美国军人常常不关手机 以致可以精准定位他们的坐标 另外 主要通讯通道被堵塞后 他们常常忘记打开备用通道 报道认为 俄罗斯和中国会无情地利用这些疏忽 赖克还表示 监管机构对电子战设备的工作时间和功率 有一些限制 这些要求使美军训练变得复杂 他还指出 美军在电子战方面有许多重大失算 这一方面的训练没有单独进行 而仅是归于总体训练一起 与此同时 军人们不能完全使用他们想尝试的方法 因为不能破坏训练计划 香港经济日报11月5日报道 在中美贸易战谈判争取首阶段贸易之际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尔指出 他不认为中美到了一个敌对的冷战时代 中国并不如过往苏联及德国班对美构成那么严重的威胁 并非必有一战 奈尔指出 在真正冷战中 美国与苏联几乎没有贸易和社会往来 反观现实中美之间有着巨大的贸易额和广泛社会联系 美国有37万多中国留学生 每年也有高达超过300万中国游客 奈尔称 中国并没有对美国构成致命威胁 中国也没有试图摧毁或改变美国的制度 反过来看 美国对中国也一样 从长期来看 只要能管理好存在问题 则没有发生任何战争或冲突的必要 不过奈尔也指出 中国并不希望推翻国际规则体系 因为中国是先有秩序受益者 中国的经济增长就足以说明这点 他说 中国希望自己能得到更多的牌 赢取更多的奖金 但他并不想提翻盘桌 路透社11月5日报道 华为董事战略研究院院长徐文伟表示 在缺乏美国供应的情况下 华为可以保持业务的稳健和增长 并且5G不依赖任何美国技术和零部件 徐文伟透露称 华为通过长期持续的研发投入 保持其创新活力和竞争力 2018年 华为研发投入超过150亿美元 在欧盟发布的2018工业研发投资排名中 华为排名全球第五 徐文伟提到 早在1996年就明确要求预言费用 必须占研发费用的10%以上 现在要求提高到20%以上 也就意味着每年20亿至30亿美金 投入到前沿和基础技术研究 公司在全球现有超过8万研发人员 占总人数45%左右 徐文伟还说 华为正在与欧洲运营商合作部署 超高速低延迟的5G网络 通过5G等先进技术连接欧洲大陆 使欧洲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据彭博社早前报道 美国生物部长罗斯表示 很快就会向美国企业发放 向中国华为公司出售零部件的许可证 据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一项长期研究 外太空环境可能对人类基因 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影响 美国著名宇宙兄弟Mark和Scott Kelly 是一对同卵双胞胎 他们双双成为了宇航员 不过Mark只参与了四次太空任务 就于2011年宣布退休 而Scott则在2016年才宣布退休 由于Mark所参与的任务 大多属于运送物资之类的短程任务 因此他只在太空中逗留了 大约54天零两个小时的时间 而Scott因参与许多长期停留任务 他在太空中逗留时间长达520天 期间甚至有长达一年 没有返回地球的情况 由于他们双方在太空中逗留的时间差异很大 NASA在研究了他们两人应该有着几乎相同的DNA之后意外的发现 Scott DNA发生了一些变化 染色体末端的DNA重复序列被称为端粒 一般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缩短 但Scott的端粒却在太空环境中明显变长 NASA在2017年发现了这个变化 经过团队多次的分析和实验后 证实了Scott DNA当中有7%显示出长久的变化 在他返回地球两年之后仍然维持不变 这意味着他的衰老速度已经减缓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微波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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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